吉利没有公司是头顶的 头顶下面是什么呢 有富豪窝勃 有领克 有极克 有吉利175 还有一间吉利175的子公司 这间子公司为什么都这么重要呢 因为整个雕完成之后来说 其实这个领克 吉利175期下直属100%的子公司 它还是持有49%的领克股权 所以严格上来说 你现在看到上面五间公司之中 能够现在我们所说的脱烂 就是什么呢 富豪汽车脱烂了 因为它卖了30%的股权 卖了出去 直接或者间接都是由吉利175接手的 他妈妈没有公司 脱烂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妈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很希望将富豪这间公司 是什么呢 将来高价卖出去 但是如果富豪你持有领克 这个领克来说 第一强年亏损 第二它是电油车来的 它不是新能源车来的 刚刚今年他才说 哎呀我赦了这么多年 就来反了 所以我现在就跟着 然后儿子呢 然后儿子是谁呢 就是吉克 吉克走到美国上线了嘛 儿子做得很好啊 所以他现在跟着儿子 我又做新能源汽车了 希望挽救一下而已 如果你一天不卖掉 富豪是永远没有人出价的 因为你是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 而且这个包袱将来 规算多少不知道 所以呢 如果吉利姆公司 他将来要高价 套现这个富豪 第一种东西 他一定要把富豪旗下的 极卡一定要脱掉 因为你不脱掉 全世界没有人会买富豪 所以你买 将这个领克 沽售了出来 最受益的就是什么 就是富豪了 第二就是吉利姆公司了 所以吉利1752架来说 是一个叫接收者 当然来说 他不是全部坏的 因为领克 他之前来说 第一款的新能源汽车 出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极克001 那极克一出完之后 卖得很好啊 卖得很好啊 那极克就分家分了出来 所以在母公司的概念 三年前为什么 我叫27元 要估计吉利呢 我已经说过一句 吉利姆公司的概念是什么呢 多生孩儿好打架 总之我生生一群出来 可以的我就弱 不可以的就放弃它 现在来说 吉利姆公司似乎大上头过头 我生出来的儿子 成功的我就去上市 失败的我都要他上市 上市哪个什么呢 不可以给其他儿子 不可以给其他兄弟姐妹接受 所以今时今日这个交易 严格上来说 肯定在美国上市的极克 是脏辣的 但是大家要记住 如果用极克的市值来计算 当初上市 都是大约52亿美元而已 52亿美元 你乘回人民币 那个价值是多少呢 都是大约400亿人民币 这是成功的案例 但是现在今时今日 你看看那个交易 其实这个失败的领克 作价是多少钱呢 你就会有公布又看得到 你慢慢看就看到了 他的作价是180亿 你想想 成功的 熬了这么多年了 都是400亿 终于在美国上市 这400亿不是真实的价钱 为什么呢 因为熬市那个IPO 是没什么人认购 是要挤你自己 围埋那些人 兄弟姐妹大家 顶硬上 是顶着他才能上得到的 你顶着他才能上得到 做了一盘数出来 都是得了400亿 现在一个失败的 没有人要的 你又要甩掉他的 现在竟然是180亿 你觉得值不值得呢 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值了 所以挤你175 我再度强调一次 但是今时今日来说 我已经不想再推介这些股份 尤其是他前天一公布 我就已经叫走隔不了了 一开播 当时来说 已经差不多是14个多 我就已经立即叫人走的了 我觉得这个交易 一般的 对吉利175 领克你要记住 我也继续了一段 领克的前景 因为刚刚我今早 又拆了出来 这个是吉利集团自己的人说的 不是我林家康说的 这个是2023年刚刚上年说的 这个是属于什么呢 吉利汽车集团高级副总裁的CFO 这个CFO是计数的 他叫做大庆 他直言就说 他说领克现时正处于非常艰难的过度揣凌期 亏损的原因就是第一是什么呢 他有大量的燃油车 你想想吧 你现在不是在买一个新能源汽车吗 极克新能源汽车 你在美国上市 价格都订得这么低 现在这个大部分是燃油车 你还有人要吗 你明白吗 还是你是失败的 你不是成功的燃油车 如果你成功燃油车 你是BMW、Benz、法拉里 你想想 现在马萨拉迪都要被斯塔兰迪说要沽 暂时都没有人出嫁 马萨拉迪这么出名的燃油车 都没有人出嫁 那你领克何德何能是什么人呢 你可以有一百八十一给你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你想多了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呢 正如三年前我所说的comment一样 我觉得这个吉利武公司 有点是找吉利175的笨 把很多利益的东西自己一纳 或是尽量给吉利175 吉利175现在不是单单 是全部接收了这个极权 有大部分差不多62% 还有领克的股权 旗下都是他的子公司 100%控油子公司 是背着的 所以将来就算吉利汽车 赚多少钱也好 暗地里你都要撥避 ETNET 专业版HV2股票报价系统 帮你动息大局 捕捉投资先机 即刻申请啦